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庄 今天的天是真好 又热又晒又干吧 得可以先两天下点雨 咱这块好像又没铺平 这个道 还是有点积水 开始了 这个哈尔滨最好的季节来了,朋友们 明天是端午节 今天是哪天? 今天是端午节的前一天 然后正常是每年端午节前一天 就是太轻,松花江边人就特别多 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了 是不是,但是告诉大家啥呢 这个好的时间段来了,大家可以到哈尔滨来玩了 就是简单给哈尔滨家乡做个宣传 咱们来看车 看看这两边这些车 从左边开始一排 从右边开始,又一排 这只是其中一小步 然后后面又一大排 对,现在离底外外 说话叫镜头拿走 我先给他们好好看看 正在这说话,刚才说话完了,镜头刷 跑那边去 你说你 里里外外两大排车 上午又签了一台 然后一会儿还要到一台车 就有定的,有到的,有改的,有干的,有交的 就是循环 非常非常的舒服 舒服 然后据这个,咱们有一个干 哦,说过了吧这个话 据这个有一个干柴油灶的大哥 业务大哥,出去跑业务 去了好多这个地方的改装厂 说大坤啊,回来看一圈,都没你家撤躲 对对对,之前没说 之前没说吧 大哥不是捧你啊,确实是没有你家撤躲 完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啥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干的太慢了 人家干的快,折到了,干完了 咱干的时间太慢,太长了,是不是 所以导致现在车比较多 里里外卖40台 然后呢,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啥事呢 就什么车型都有 欢迎大家这个天气又好 季节性又好 大家可以到这来看车 是的 来看一看说,这个每一个车 都有各种型号 高矮胖瘦的 高低的矮的长的短的 然后你到里面试试看哪个 适合你自己 你到一个4S店嘛 他不一定能看全 比如你到江陵4S店 你看不到大通 他没法各一起比较 咱们这呢,你看 尤其这三台 这三台相当的 江陵福顺的中轴高顶 中轴 那个中点 中高顶 对,江陵福顺的中轴中顶 中轴中高顶和中轴高顶 你看咱仨嘛 那一百 你自己就知道了 上不来那大哥 先看了中顶 中顶说太矮了站不起来 看了中高顶说正合适 看了高顶说太高了怕上货 结果定了中高顶 是不是 一目了人 就这么简单 好了,你看 加长轴到5米99的这个大通V90 是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车 长州高顶的 带公告17万5 你就来吧 就完事了 你有的朋友说大坤你贵 是不是 有的朋友说大坤你卖的挺便宜 比我们这卖的赛电卖的太便宜 你也别管贵和便宜 我们就卖这价 行就买不行就拉倒 就像上午那大哥说的 人家这玩意你看 媳妇你看 这就是史木人家不骗人 我们的木头茶在那漏着 对呀 人家说史木就是史木 没骗你 你看这玩意人家大坤说的对 你就抱完家里行 你就买不行 你就就拉倒 对吧 然后人家就签单了 就这么简单 对吧 首先咱不骗人 然后今天看哪个车呢 都行啊 随便抓一个吧 不知道啊 看一眼多少号吧 这台车是 啊这个是 上海那个 大姐的 大姐的是不是啊 对 这个车是没有公告的啊 咱就不看了 设计的比较特殊 这个大姐呢 比较自己的想法 开门啊 都不能 都不能 什么情况 我简单看看啊 他来了之后 有好多天马行空的想法 都让我给否定了 我说不行 这个不行 那不行 他说大坤咋都不行呢 我说做是能做 但最后有啥问题 他不一定 你看人设计的 两折门 两折门 完了大平台 天爷 啊就是放东西 可能太深够着 还转出来的 他要买好多个整理箱 往上挪 我说你开车的时候 整理箱不串吗 他说没事啊 我把整理箱那个 有烤槽都卡在底下 我说那也不方便 他说没事 你就按我这来吧 结果做完就是这样的 完了这个门呢 一开始是一个门 横开太长了 大姐说 能不能想办法 给做上两折门 所以说呢 咱们这啥 满足客户一切需求 你说咋来就咋来吧 但是我提 我还是我提 我合理化建议 我说哪会不合适 你看看能不能参考一下 对 你要说我这个 我就是这样我不参考 你就按我说的来 咱也能行 就像这个两折门似的 下一次再抓一个吧 在这门有些结构上都不合理 你知道吧 你正常这个门 它是有一个门打的 你这个到顶上之后 你看顶上是跟这块挨着的吧 对 去不动 但是底下这种情况下 它就是这样的 对它没办法了 你既然你要这种结构 它就是这种情况 那就没办法了 是不是 所以有利有弊 我们会提前说 V90 这个车就是十七万五千 后驱自动挡 淮挡的8AT 最新款 带公告的 这个是江陵福顺 是的 这是中轴中高顶 十四号车 对吧 是的 那边别落回 这个是蓝颜色的那个吧 嗯 九号车 九号 为啥有个九号下面还有个小九号 因为转过来爬六 爬成六了 跟六号混了 你看 你看昆庄的 昆庄拿着多细心 嗯 贴个九吧 把这下写个九号 完了怕倒过来 是不是 倒过来呢 倒过来这是啥 这是韩国字加个B 加个B 还贴过去吧 五号车 这是刘显峰大哥的 到了之后挺长时间 还没排上班呢 下一批就进场了 保管只认一般是 对 里面那批 那批完事了 就就就就就就换这批了 然后今天主要看看这个 还是这款车啊 这款车还是咱们这个 江陵福顺 哇塞 下面的保存那块有点 没站好 以后让它从站一下 风吹掉了 那会儿好像要弄什么东西 接下来的 它要穿线吧 对可能是要布线了 这车 5米99的车型 嗯 长周高顶 后驱后双台 可以选 选选配原厂的48V双发 哇啊 然后有8AT自动挡的变速箱 嗯啊 这款车呢也是我们过年 咱俩实测开出去 开了一个月1万多公里的车 是不是 我们感觉来说这个车还是非常舒适的 嗯啊 非常好 开起来很得劲 空间又大 对 然后我们的最初的想法呢 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 买长不买短 买高不买低 嗯啊 因为咱们这个车主要用途就是出去玩 嗯 要以玩为主 来火车了 一个火车头头下过去了 就是所以说买小了会后悔 对 你说今天大困我想买个短轴地点下地库 完了城市带步 还想拉我的同学朋友 六个人一起出街露营 我还想跟老伴长时间在车里面居住 旅居 你把所有的想法都想好了 是 是兼顾了 但是真正哪个也没有特别这个优势 哪个都不是特别完美 对 都都都整的不舒服 里外不得劲 最后你就闹心上火是大困的 哎呀这车 你看我改完了 里外外改完了花了20万 能不能帮我卖了 我也不用挣太多 我卖20亿就行 这里毕竟我的心血 是不是 然后紧接着我就跟你说 我说卖不了那么多钱 你说那大困你看能卖多钱呢 我说这晚上我就别报价了 这个暴露还还伤心 是不是 没事你说吧 我就说你这晚上也就卖10万块钱 啊10万块钱 你开玩笑呢 是吧 还得给你一顿说 对还得给我一顿说 所以说咱就不提这个事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大家在第一步选车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选好 买小了后悔 就像新拳顺这款车 看这个 黑色的新拳顺和白色新拳顺 是的 新拳顺这款车呢 它就有这个短轴和中轴之分 对吧 这两款都是中轴中顶 也就是咱们改的最多的 也是大家伙买的最多的 但是呢 往往也有人会买什么车呢 短轴中顶的新拳顺 短轴低顶的新拳顺 对 那个车呢完全就是一个鸡肋的这个尺寸和布局 你像咱们有一个大连的王阿姨 她也是买的那个短轴的 短轴低顶 但是人家特殊情况 人家就是一位女士身高不是特别高 自己一个人玩 对 那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是两个人的话 我建议大家自己画那个图啊 飞机也来了 有个火车有个飞机 陆海空全面全面覆盖 海是哪 海一会我给你挖了坑 什么水 你可以自己在家画一下新拳顺短轴车的那个布局 它内部空间有效利用空间是一米七宽 前后是两米五长 你就摆一下 你这个床摆完了之后 椅子摆完了之后 然后你的桌子摆完之后 你看看能不能还有地方了 没有了 那款车已经研究了无数遍了 但是有的朋友总是不提前问 说大坤我问问你买啥车好 他不问 他直接就买一台短轴新拳顺 到这来说大坤 我说坐个大床 坐个三人椅子 前面各个贵的各个冰箱 我就简单改也不复杂 然后我在图纸上给他简单一画 我说这些东西摆完了之后没地方 他说不能 这车丑子挺大的 他就开始挠头 我开始上火 我脸上就是起大炮 牙也肿了 哎呀咋整了 卖了赔多钱 赔三万 哎呀臭死了 是不是 那就不敢探了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仔细的斟酌 谨慎 谨慎 把这个最重要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对好不好 做这么个情况 欢迎大家来控装拿看车 然后大坤来现场给你介绍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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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